主席扭曲我的这个发言 我没有要求主席去裁决 谁来发言对 谁来发言不对 我从头到尾都是会议询问 希望主席来回答 就我所提的问题来回答 但主席都没有回答 通通没有回答 如果一些 我给你报告 我回答的是你不接受 这个这不要是不回答 我都有回答 我可以尊敬你 给我一分钟 你跟我讲了十秒去了 时间重新计算 来一分钟 重新计算 好开始 对我们来说 真的是非常的 非常的觉得悲观 就如果还是要这样搞的话 搞到后来就是 哪一个党团去提 你要卡的案子 然后我们就来表决 今天不是谁的手多 谁的票多 谁的票少的问题 而是没有办法回到 程序委员会的职长来做讨论 或来做说明 如果还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个会议再开下去 没有意思 如果国民党或者主席 还是硬要用表决的方式来处理 那我们就离开 我们就退期 让国民党继续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